高雄市长韩国瑜结束港澳深夏经济之旅返回台湾 并签下约53亿新台币的订单 但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却宣称 韩国瑜此行涉及极其敏感的政治行为 可能对韩国瑜处以50万元新台币的罚款 让支持者相当的愤慨 台中的摊贩更是自发发起了捐卖菜钱的活动 对卖菜狼表达力挺之心 台中数十名市场摊商 齐聚台中市议员李立华选民服务处 高喊口号情绪激动 韩国瑜此次大陆行收获满满 签下约53亿元新台币的订单 陆委会却扬言此行涉及极其敏感的政治行为 要对他处以50万元新台币的罚款 让支持者相当愤慨 他现在为了我们的经济在打拼 为了我们人民的声音在发声 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挺他 我们的声音是很努力 这次大家都替韩国瑜很拼不拼 拼不拼不拼 因为他这个人要认真在拼经济 你用这样的打拼 这样你是要叫台湾人民怎么成功 台中的支持者自行发起捐卖菜钱就卖菜狼活动 每人捐500到1000元新台币不等 要替韩国瑜交罚款表达力挺之心 早适的 现在回来不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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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拼了 捐一点点小钱 希望他能把我们台湾的经济救起来 虽然是自发性活动 但依照台湾相关法律规定 公职人员不得收取任何政治捐款 有律师建议 可以通过捐给政治团体的方式来使用 如果说他们去发起这个活动 但是实际上被捐款的人没有去收受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回去把政治性侵犯的 建议可以捐给政党或国民党 用国民党来去处理这笔费用 运用这笔费用 我们认为这样就会符合政治性侵犯的规定 支持者表示 既然不是参选人不能接受捐款 那就等到韩国瑜参选2020 这份来自台中支持者的心意 届时就可以派上用场